这块板子因为我们之前把韧体烧好了 韧体烧好了 所以它可以认得这个SCA这个软体 那如果你将来要改用别的软体来操控它的话 你就要把那个软体的韧体烧进去 所以这个部分我在网路上有放 各位可以去找YouTube找我的影片 如果各位将来有需要的话 或者是你要上比较进阶的课 我们会提到 好,那么这里数字会跳 代表说你的板子跟这个软体已经做好连接 那这个软体叫S4A 那这个S4A其实就是Squitch 只是它是一个改版过的Squitch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很多的界面 它这个里面很多积木 这些积木都是中文的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 只有在控制Arduino的这个部分 这几条积木是英文的 只有这几条是英文的 那可是它几个关键字也很简单 等一下我们上课中你就会知道了 好,那请各位先调一下你的荧幕解析度 因为我们这台荧幕的解析度 请你按右键 在桌面按右键 荧幕解析度 请你调到1280x1024 因为如果你的解析度太低 等一下有些按钮会不见看不到 调好之后按确定 然后再把你的S4A把它放到最大 请各位先调一下 我刚没有切换画面 调解析度应该不用切换吧 1280x1024 好,那这边这一个监视器 它是用来看侦测器的状况 侦测外面的资讯 所以如果你没有装什么感测器的话 这个就先不用看 先不用看它 好,那这个中间这个地方 在座各位没有用过柜曲的请举手 好,很好,请放下 我们今天反正就是保证班 保证各位一定觉得会 那Squitch呢 它会把它的积木做分类 它用颜色来做分类 所以你去点它每一个抽屉 控制类的积木都会摆在橘色这个地方 那声音类的都摆在粉红色的地方 所以你要哪一类积木 你就点哪一类 好,然后你需要积木的时候 就把它拉出来 放在中间这一块 这一块叫写程式的区域 那同时它可以决定这一个角色 这个叫角色 这个角色它的造型 造型就比如说卡通动画里面 它有很多动作 那每一个动作就是每一个造型 那它这个人如果有台词 有声音 你就要把它放在这边 好,没有的话就不用管它 好,所以它这个地方有三个东西 一个叫层次,一个造型,一个声音 那我们要写层次都是写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把需要东西就往里面拉 好,不要的东西就往外面丢 好,就这样子 那右边呢 这个地方就是舞台区 就是演出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些多媒体的画面 就会从这个地方显示出来 那你也可以把它扩大到整个画面 好,来执行这样子 好,然后呢 这个右下角这个地方就是后台 好,后台 就我们演戏的时候 所有的角色都在后台准备 所以如果你今天做一个英语对话 就要有两个人 那你这边就要有两个人的角色 好,那至于那个人有什么动作 那个是在造型的地方 造型的地方去做它的造型的变换 好,这边就是角色有几个人 好,然后比较特别的是 你在玩Squitch的时候啊 它只有左边这三个 那可是我们在玩Arduino的时候 要用的是右边这三个 好,这三个才能使用感测器的值 才能抓感测器 左边这个角色是纯的 不能抓感测器的 好,好 这是大概环境的部分 还有这边 如果你要这边 这一块比较大 你就按这一个 如果你要程式那一块比较大 就按这一个 它这个区域就会比较大 好,然后程式要执行就要点绿琴 然后要平址就按红色 好,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你的板子上面 刚刚你的板子上面呢 这个地方有很多个灯 这里有很多个灯,对不对 这有很多个灯 那你看到两个一直在一闪一闪的 这个一闪一闪的呢 就是代表它正在跟电脑通去 所以有这两个灯一闪一闪的 你的这个数字才会在跳动 因为它一直在抓资料 一直在抓资料 好,那我们现在呢 先来控制里面其中一个灯 你注意看一下这个板子上面 有一个灯号是写L 写L在上面 看到那边吗 有一个写L的灯号 就是在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灯号写L 这个L呢 跟这个十三角它是并联的 所以这个L有亮的时候 代表十三角你有送电 这两个是并联在一起的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就来点这个十三号的灯 点十三号的灯怎么点 点灯呢它属于输出 属于输出 所以你要在动作 就是在Arduino这一堆积木里面 你要去找一个可以输出的 那输出的 你可以看到第三个跟第四个 Digital 13 Digital 13 On跟Off 这两个积木就是属于数位的输出 那数位的输出 数位的东西很简单 非黑即白 不是给5伏特 就是都不给电 就是不是开就是关 只有这两种方态 叫做数位的方式 像你家的开关 你只能按开或按关 这个叫数位的方式 那如果你家有那个调光器 它可以一点点亮或者很亮 或者是八成亮 那个叫调光器 那个就不是数位的方式 那个叫类比的方式 这名词大概各位知道一下就好 那我们要点那个L那个灯 那个就是13号灯 那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小箭头 黑黑的小箭头 里面可以点10 11、12、13 所以脚位完全不用背 因为你积木拉出来 你就知道它可以控制哪几只脚 所以你知道数位的开跟数位的关 Digital就是数位 数位的开跟数位的关 就只能控制这四只脚 那我们现在要控制13号 你就把13号拉出来 那我要直接测试积木的话 直接点快点两下 我看它灯亮了 13号灯就亮了 好 那你off这一个快点两下 它就关了 所以就可以知道 哦 原来13号的脚位要控制的话 我要它开我就要用这个积木 我要它关我就用这个积木 好 那刚刚是手动的 现在是手动的 对不对 那如果要叫它自动呢 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闪灯的层次 好 一开始 所有的城市 开始都要用这种 椭圆形的秃头的 当做开始 然后点滤 当滤期被点一下 就是这个滤期 好 然后呢 我把开灯 关灯接进来 那这样子只有一次对不对 所以我点滤期之后 它会开灯关灯 可是你看不到 因为这个城市执行的太快 所以你眼睛跟不上速度 那所以呢 我们会有一个等待时间 好 开灯的时候 开灯之后 请你等等一秒 这数字可以改 关灯 请你等一秒 一秒太长 我改0.5秒 好 那这样就是开灯0.5秒 然后关灯0.5秒 好 那如果只有一次 我按一次给各位看 各位注意看一下这边的红灯 有的人的是绿灯 有的人是黄灯 每一批不一样 好 我按滤期 点下去 有没有 0.5秒 关 然后就城市就执行结束了 对不对 好 那如果要它一直循环 一直循环 就把这个重复执行 然后包包起来 好 各位看喔 现在就可以亮暗亮暗 一直重复到天荒地 来电没电的那一天 好 来各位先试一下 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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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